奶该睡得好一点,女人们都该懂得睡眠哲学 亲爱的奶,昨晚睡得好吗?每天早上醒来觉得精神不济?脑袋昏沉吗?繁忙与步调快的现代社会,间接造成了许多人严重的睡眠问题 根据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原因在于女性的大脑比较复杂,与男性相比,女性需要多20分钟的睡眠时间 此外,无论是男性女性,用脑欲多,睡眠需求也愈大 英国罗福堡大学睡眠研究中心科学家霍恩,Jim Hall,解释 由于女性的大脑结构比较复杂,能够同时处理多项工作,比起男性用脑程度更多,因此她们平均比男性需要多睡20分钟左右 而且该研究还发现,同样是睡眠不足,女性比起男性更容易受到影响,以致产生情绪上焦虑、抑郁和愤怒感 不仅是国外的研究,2017年国内一项由台湾睡眠医学学会横跨10年的调查报告更指出,女性出现睡眠困扰的机会都高于男性 探究原因可能和女性生理期、怀孕、更年期的生理及荷尔蒙变化有关 另外,调查也指出女性在家管一职,以及带小孩等身份上,也有较高比例的失眠问题 女人们都该知道的睡眠哲学,好睡眠的关键在于量与质的平衡 既然科学家已经证实女性需要更多及更好的睡眠品质 但是,现代女人真的好忙碌,好不容易捧玩小孩或家玩班想放松一下,才划个脸书,聊个line,追个剧而已,怎么时间休一下就到半夜了 既然无法天天早睡,那就从睡眠品质注手吧 就像今年3月15日的世界睡眠日主题是健康睡眠,健康增瘦,healthy sleep,healthy aging 所谓的健康睡眠 所谓的健康睡眠不是只睡得久就好,好的睡眠,睡眠时间是个错误的迷思 刻板印象都觉得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才算睡眠充足 其实一个人该睡几个小时才够是因人而已的 更何况,假若睡眠品质不佳,那么就算我们睡得再怎么久,疲惫感都不会消失的 不依靠安眠药,这几招让您睡得好 如何拥有好的睡眠品质呢?以下几个建议提供您参考 作息与环境 作息与环境 1. 白天补棉别超过一小时,下午3点以后尽量避免小说 睡超过30分,以免影响夜晚睡眠 2. 假日不眠最多不超过1.5小时,过度会扰乱生理时钟,影响夜晚睡眠 3. 离开生光闪烁的物品,在睡前一小时关掉电视、电脑和你的手机 4. 如果有灯光再刺激,大脑就会做出觉醒反应,影响褪黑激素分泌外,也影响睡眠品质 4. 布置环境 4. 布置环境,睡觉环境需安静,灯光灰烂最好,并保持空气流通,温度适宜 5. 运动 5. 睡前可透过呼吸练习,冥想的练习达到放松,帮助环境需安静 6. 帮助改善失眠 6. 睡前2到3小时前可以做一些和缓,微流汗运动,让大脑释放身体放松的讯息来改善失眠状况 6. 如,快走,慢跑,骑脚踏车,或游泳等轻微有氧运动 7. 饮食 7. 睡前别饱食,可吃点入眠食物,如,热牛奶,香蕉,幽烙乳 7. 若吃宵夜疏压别吃太饱及太刺激食物,睡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太晚吃造成肠胃负担影响睡眠 7. 住眠工具 8. 切剧 想要拥有好的睡眠品质,切剧的选择也很重要 8. 如果睡眠时没有好的枕头,床垫辅助,身体极没有适当支撑保护。尤其枕头的选择更是关键 8. 很多人误解枕头功用只单纯用来支撑头部,其实枕头不光是用来支撑头部,经部支撑及放松功能更是重要 8. 拉萨沃的睡眠专家提出,现代人喜爱测睡的比例增多,拉萨沃总裁诊除了使用激励动力学帮您挑选正确正躺高度之外,不论是正躺抑或测睡的功能性永远比你想得多一些 8. 除此枕头和床垫辅助,除此枕头和床垫的搭配更是息息相关,挑选请具用品,一定要花时间现场体验 8. 对自己好一些,宠爱自己。 Women Power Up 8. 亲爱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睡好觉了?无论乃是白天在工作职场冲进十足的女强人。 8. 还是一天24小时都无法喘息的全职妈妈,对自己好一些,懂得睡眠哲学的女人就是懂得宠爱自己。 8. 睡得好,生理恒定机制及心理得到修护,自然由内而外散发出女人的迷人韵味。 9. 朵珊获祝福乃越睡越美丽,Women Power U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